一人李家的老公之前不是被爆料说他开了健身中心啊 有发生吹风机烧伤人的事件吗 现在连消防设备都不合格 上午呢消防局还有营业处大举的动作来普及检查 结果发现逃生通道竟然还摆放了木梯 还有逃生门整个被封死了 开罚12万 打开逃生门楼梯间堆积的木梯就这样挡住了逃生出口 地点就在12月底发生吹风机烧伤民众的健身中心 我们这次来是罚12万 一楼的逃生门也被封死营建处人员忙着拍照搜证 上个礼拜才突击检查营建处人员看到完全没有改善 不满业者同时也是一人李家老公Duke 从事发以来都没有说明态度实在太嚣张 那物财发现到那个一楼通往地下室的自动动力 也可以查误 那我们再开它12万 相关人士直闯运动中心 还有考服务人员使用面火器 不过这次被烧伤的陈小姐没有出面 反倒是表姐骂李熊 然后我也问清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说有一个这样一个营业场所 态度可以傲慢到这样一个地步 刘肯没有出面说明 而李家也表示不知情 只不过看得出来健身房里面的人潮 的确比过往将近少了一倍 而营建处也说如果业者再不改善 将会处于12万元的罚还 周圈张米红络配与台北采访报导 至少